暑假来了 很多家长跟小朋友们都想是出门度度假 开心一下 夏天的海滩格外的舒服 吹吹海风 游个海泳 尝尝地道的海鲜 那真的是享受 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推荐个路线 随着寻仙17号客轮从长岛这个明笛起航 长岛港明笛起航 渤海海峡第一条鲁辽直航旅游线路 正式开通运营了 我现在位于寻仙17游轮的顶层甲板上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船已经缓缓驶出了长岛港 向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旅顺出发 早上八点 来自吉林省四平市的游客刘桂青和家人 在结束了三天的长岛旅行之后 乘坐寻仙17号客轮返回家中 我们路过了很多很多的风景 看到很多很多的新鲜事物 又有海鸥的陪伴 我们心情特别的愉悦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高山岛 那么据我们的了解 寻仙17游轮在行驶的过程中 会经过我去的各个景点 那么我们在船上就可以游览到 长岛的独特的美景 据悉寻仙17号客轮 航程自南向北 途经南北长山岛 珍珠门 猴基岛 万鸟岛等 渤海海峡各岛链 客舱分为坐席舱 沙发软座舱 三等舱 二等舱 VIP包厢五个区域 共计430个客位 及318个卧铺 航速16节 抗风等级8级 试航日每日8点自长岛港始发 航程约4小时 当日14点自旅顺新港返回长岛 每日招发稀返 经过4个小时的航程 我们的船现在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的旅顺港 那么我们船上的游客 接下来也就可以开启 他们的旅顺之旅了 据悉 寻仙17号客轮的正式开通 打通了长岛北向通道 优化了海岛交通布局 拓展了海岛产业发展空间 增进了长旅两地群众间 沟通交流的民生需求 继续